饰演的是复查师朗华 朗华是一个非常非常贤惠的一个女人 很勤俭的一个皇后 董洁她的形象来讲 还有她的戏 就是我看文字 在跟她人对上 就是能对上 让我很相信她就是消遣皇后 快起来吧 她的气质就非常的古典 演戏也非常的稳定 如此下去生命成风 还不得了 我觉得这部戏里面 其实台词也是让演员特别抓狂的 董洁也是永远在认真地把握这个台词 每一个字他都斟酌得很严谨 拍廊华落水是最冷的一天 当时天上下着雨 导演说 说你能不能自己做 我觉得就别磨叽了 让我拍就拍吧 开始 跳 那天还是蛮明显的 那的话我后来我心里 真的是有点害怕 那么冷的天啊 就这个动作这么危险 所以当时我就觉得太敬业了 开始 他给大众的感觉就是那种很端庄啊 很安静啊 但其实他还挺有意思的 挺调皮的那种 我觉得还挺可爱的 你真的是气质不凡 他跟我相近的地方可能就是说很谨慎 陈介不敢以儿女之事屡次惊扰皇上 他只为他自己的儿子 只为他自己在宫里的地位考虑 其实我一开始看剧本 我也觉得 朗华这个人肯定不招人喜欢 你看他把他自己孩子逼成什么样子了 如此不听话 那就到门口 好好清醒清醒去 有些戏是我自己加进去的 我罚永莲 去到门口罚站的时候 然后我就加了一部分 我走过去 看着永莲的样子 我就赶紧给他捂捂手 贴贴我的脸 就是这一部分 我想让观众知道说 朗华再严厉 她是永莲的母亲 不能让观众认为说 朗华就是一个严厉的 把永莲当成她的工具 我觉得这样的话就错了 作者复查是家族 而且她的家族 一直给她各种的压力 就是这个女人太累了 本口 真的是劝得很 其实朗华很少去追求一些 我认为说 情爱是什么样子的 跟孝贤皇后的话 我们会更生活一些 相敬如宾一些 因为她也知道 皇上可能当初 她选择的也不是朗华 她可能喜欢的是如意 如意是一开始 跟乾隆就有爱情 她是得到乾隆的爱 其实朗华没有 但是朗华相信 我是她的嫡妻 谁也取代不了我 陈杰师傅 我会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 我会再次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